我们院里的葡萄都熟了 刚才房东过来说这个葡萄没人吃 让我们捡点回家 我刚才尝了一下 这葡萄有的都挺甜的了 这串大 回家让我妈给你整葡萄酒喝吧 他做的晚上喝不了 咋的 太有劲了 去年我妈不做了一会吗 去年你妈做的那个 喝没喝 去年你妈做的那个都剩了 没喝完 没喝完 站在这里就能闻到那个葡萄味可香了 不酸吗 还行不酸 这个葡萄说的是甜 但是那种甜不像咱们那个大葡萄 怎么也是酸 这得下酸 不下酸不行 下酸打的就好吃 那咱们少摘点呗 嗯 少摘点 一下酸就甜了 煎两串拿回去当葡萄吃 咱也不蒸酒啥的了 怎么还当葡萄吃不就是葡萄吗 哈哈我表达失误啊 因为我没把这个葡萄当成葡萄 我没把它当成那个咱们水果葡萄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酿酒的 就是做葡萄酒的 行了吧够了 好嘞 把葡萄吃 这个葡萄其实我婆婆家以前住平凡的时候就种 他每年都整那个葡萄酒 后期也没有时间了也不愿意整 吃的时候确实挺酸的 但是酸中有点那个甜味 其实这个葡萄不整葡萄酒有点可惜了 看看这个葡萄 你们尝不尝 菜园子里边的里子也熟了 就是个头小了点 这里子也密密麻麻的 都熟了也没人吃 吊满地 再给我妈摘点里子拿回去 这个就熟透了 软了 烂了 这方东家天天种这些东西也没人吃 里子里子不吃 葡萄葡萄没吃 阿门捡便宜了 都让阿门拿回去 一坡葡萄 一袋里子 那方后边能熟吗 行啊 有啥都熟了 来 里子 这是我的 差不多了 好 好 谢谢观看